封神演义封神大战中 15位纯武力的凡人猛将 有人可是仙 封神大战是铲教 结教之间的大战 在这场大战中 众多修道者练气使纷纷下山 各种法宝 法术碰撞 后期圣人都下山 参与了大战 只是这场大战更是殷商和西州之间的战争 仙人下山也是为了殷商和西州 最终决定性的还是凡人 在封神大战中 不只有仙人 很多凡人猛将表现也相当出众 有人可是仙 有人可以一人之力伤二十万大军 15位纯武力的凡人猛将 1.咒王 咒王是最后一位人亡 有着气韵加成 当初咒王去女娲宫进香提尸 惹怒女娲娘娘 女娲娘娘一怒之下 就要去昭哥杀咒王 却被阴娇 阴红头上的红光拦住去路 他知道咒王还有28年气韵 不敢造色而回 就是到了最后 诸鬼索命 咒王两眼一睁 冲出阳神 驱魂冤鬼立马退去 咒王的纯武力也很强悍 他力大无比 可以脱梁换住 薄一考进线的白元 看穿打几世妖怪后 爪向打几 咒王一拳就打死了他 这个白元是千年得到的元 可见咒王的力量 最能展现咒王实力的 是最后大战诸侯 包括江文焕 南宫士等大将 他手中一把刀挥舞 看将伤君如雪月 批诸侯如同儿戏 斩大将鬼哭神经 一场大战下来 咒王越战越猛 就连南伯侯也被他劈死了 最终 哪吒 雷震子 杨俭 维护 金诈 木诈都冲上了 一起对战咒王 鲁仁杰 雷坤 雷鹏四人 咒王才被江文焕 一边打中后背 二 黄天祥 黄天祥是黄飞虎的小儿子 是凡人武将 也是封神里 唯一枪挑仙人的凡人 黄天化少年 就开始从军出战 枪法极为精湛 张贵方讨伐稀奇时 混战中黄天祥一枪挑死风铃 而风铃不论左道 可以与南宫市大战不分胜负 虽然这一枪来得突然 但也可以看出黄天祥枪法之快 此外 黄天祥还有战平张贵方 枪挑狗章 斩杀陶荣 高贵 两败蚯蚓的勇猛战绩 堪称周营第一武将 三 乌文化 乌文化是一个身高树杖的巨人 使用一根牌耙木 力大无比 梅山七怪在孟金阻拦周军时 乌文化接招险绑 投到袁洪麾下 初次出战 乌文化被龙须虎用飞石打了一顿 当夜他就去节袭周营 群战才是最适合乌文化的 这一夜 乌文化用牌爬木 在周营六十万大军中乱扫 吓得武王 江子牙落荒而逃 缠叫三代弟子 纷纷借武顿逃去 这就苦了那些兵将 最后统计下来死了将官三十四元 军兵损失二十来万 龙须虎也被钉死在排巴木上 这是江子牙统兵以来最惨的一次 一夜之间周兵失赛梦金 四 邓禅玉 邓禅玉是邓九宫的女儿 擅长刀法 最厉害的还是武光石 这个就和《水浒传》中的梅宇剑 张青的飞石一样 武力不算一流 但绝技超加分 邓禅玉的战绩很多 主要是依靠飞石 初期对抗周军时 用飞石打伤过哪吒 黄天化 龙须虎 后面也打伤过张山 殷红 红锦 高兰英 郑伦等人 邓禅玉最厉害的还是曾用飞石三次打中孔轩 让他重伤逃回大营 五 张山 张山是殷商三山关总兵 接替的是邓九宫的职位 是征讨西齐的三十六路人马之一 江子牙曾问邓九宫 张山用兵如何 他只是说他是义勇之将 张山确实是一员猛将 一赶枪使出来 神出鬼没 三十和就杀得对方刀法散乱 这个战绩非常出众 毕竟邓九宫曾战黄飞虎 和哪吒两人联手而不输 六 邓九宫 原三山关总兵 后来投奔了西齐 在凡人武将中 邓九宫是极其出众的 刀法如神 他的战绩颇多 在对抗西齐时 对战黄飞虎 黄飞虎竟然站不下 哪吒使开火尖枪前来助战 邓九宫确实越战越猛 哪吒剑站不下 就暗中取出乾坤圈 打伤了他 头顺西齐后 邓九宫更是多次抢先出战 曾斩杀刘甫 白显忠 马芳 于成 孙宝 钱宝等人 更是曾十二三和声秦马善 这个马善不是凡人 而是燃灯道人琉璃灯的灯焰 邓九宫竟然可以快速声秦他 可见实力之强劲 七 黄飞虎 文有太师文重 五有镇国武成王 黄飞虎是殷商的镇国武成王 是咒王的左膀右臂 曾为殷商开疆阔土 立了三十余场骑功 后来 黄飞虎英七妹惨遭伤咒王所害 反出武官 投靠了西齐 依然被封武成王 黄飞虎武艺绝伦 使用一杆金钻提炉枪 枪法如神 论武艺 黄飞虎与凡人交战鸡无败计 反出昭阁前 黄飞虎曾约战咒王 不过 这一战黄鸣 周济也上前了 黄飞虎三人齐战咒王 三十回合打败了咒王 其后 功伐殷商时 黄飞虎也是屡有战绩 曾经一枪挑死张杰 三十回合挑死汴金龙 二十回合生擒赵柄等 或许是出场太多了 黄飞虎战败被生擒的次数 也是特别多 综合来说 黄飞虎的武艺 凌驾于大部分武将之上 八 于达 于达是同关守将于化龙的长子 是同关守将 使用一杆白银枪 更擅长使用暗器撞心杵 对抗西骑时 于达第一个出战 对阵的是泰鸣 二三十回合后 于达挂下枪 取出撞心杵 一处将泰鸣打落马下 又一枪结果了他 其后 于达也曾对战过苏泉忠 也是用撞心杵 把他打翻下马 九 魏奔 魏奔出身于山野 自幼学骑枪马 武艺精湛 西骑大军前往金基岭时 有心投奔西骑的魏奔 拦住西骑大军 三十回合升秦南宫市 这个战绩可以说非常出彩了 因此魏奔归顺西骑后 江子牙让他替代了南宫市的先锋职位 不过 魏奔出场时间很是短暂 战绩也不多 十 泰鸣 泰鸣是邓九宫麾下的先行官 手使一口和善大刀 由万夫不当之勇 对抗西骑时 泰鸣先行出战 对阵南宫市 三十回合后 泰鸣一刀削去南宫市半边护肩甲吞头 下的南宫市魂飞天外 大败进城 头顺西骑后 泰鸣也是屡历战功 最终战鱼打石 被他用撞心处打死 十一 苏泉忠 苏泉忠是继周侯苏护的儿子 苏打几的哥哥 使用一杆银尖剂 永贯三军 当初赵王要纳苏打几为妃的时候 苏护起兵反伤 北伯侯重侯虎带兵征讨 苏泉忠领兵出战 赐死天将梅武 孙子宇 其后又几条虫猴虎护心甲 伤虫鹰镖左臂 又把虫黑虎杀了一身冷汗 这虫黑虎自幼 曾跟随结教仙人修炼过 苏泉忠能杀败他 可见实力 后期投靠西齐征讨同关时 苏泉忠也曾出战 不过先后对战于光 于达都不利 十二 江文焕 江文焕是东伯侯江桓楚的儿子 江王后的弟弟 开头奸臣费众要费江王后时就曾说过 江文焕勇冠三军 力敌万夫 江王后和东伯侯被骤王杀害后 江文焕自立为东伯侯 第一个起兵造反 江文焕手使大砍刀 背背钢鞭 十分勇猛 不过 让人诧异的是 江文焕带领二百诸侯 和四十万大军攻打游魂关 打了十数年都没有攻克 事实上 游魂关总兵斗戎 武功不算厉害 也不会法术 也没有先人 练气使帮忙 或许江文焕是害怕商朝大军攻伐 没有出权力吧 梦京武王大会八百路诸侯 直往昭哥 一路上江文焕刀劈董忠 三十回合斩杀殷成秀 最终江文焕又第一个出战咒王 和众诸侯一起大战咒王一番 并且打了他一边 十三 方毕 十四 方向 方毕 方向是昭哥的镇殿大将军 方毕身高一丈六尺 方向身高一丈四尺 当初咒王要杀阴娇 阴红的时候 方毕 方向背负两人反出了昭哥 方毕 方向再次出现 试破十绝阵的时候 在武城王的劝说下 投靠了西齐 这两兄弟也是倒霉 直接让燃灯 当了市镇的炮灰 不过这两人武力很强 破风吼镇方毕一击 就打败了董天君 破落魂镇方向也是一击 就打败了姚天君 十五 姚树梁 姚树梁是滚舟伯鹏祖兽一方的右脖 使用一把大斧 孟金对战眉山七怪石 姚树梁第一个出战 对上了常昊 凭着真实本领 杀败了他 常昊是千年蛇精 姚树梁能杀败他本领高超 不过随即常昊就显出了原形 张口吐出一阵毒气 迷昏了姚树梁 直接结果了他